欢迎收看快乐玩戏 这是一档面向普通人的游戏流程攻略节目 本期游戏为玉雪黑帮傀儡师 那么继续进度 进入第三章传闻说 菲和汤米调查敌对帮派的秘密集结 看一下剧情 那亚瑟约翰和汤米三个人在街上讨论着什么 汤米在询问斯考特在哪里 那么他们准备把斯考特运到汤米调以外 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斯考特杀了一个华人帮的马仔 那么导致的华人帮可能会带来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咒服 那个报复 同时他们并不是很清楚 斯考特发生事情的时候到底怎么样 只是知道斯考特当时是哈扫哈嗨了 那么亚瑟的话认为无所谓了 反正一定是剃刀帮的人干的 那么对方是趁着斯考特哈嗨了以后 进行偷袭 但是结果被反杀了 那么这个时候FIN也带来了消息 就是华人帮的那群人带着武器开始集结了 应该是要对死掉的这个人进行报复 接下来就是准备把汤米通过晚上运出博明汉 那么离开这里去躲躲风头 好的游戏正式开始 首先操作汤米来到这里 和这一个指令这一个人 这个工人过去帮我们拿一下钥匙 首先是搬一下箱子 箱子不用搬到底 搬到一个差不多对着就可以了 之后绕一圈 来到旁边的单向门 那么进来拿到钥匙 之后在这个缺口处稍微等待 那么我们时间继续回速 这里等待时间也是久一点 反正就让他在这站着就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回速 回速到FIN的这边 这里的话直接过来 在这个路口 就是这个小小的缺口这里 这个时候也操作汤米 节约一下时间 好的 那么还是回到FIN这里 拿到钥匙 把这个门打开 之后是FIN进行操作 FIN的话 由于是小孩子 所以他对于一些像是这种 墙底下的狗洞 还有窗户 都可以直接翻过去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首先来到这里 拾取一把钥匙 从狗洞再爬回去 好 在这里直接等待 时间回速 回速到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开启这扇门的时候 接下来切换成汤米 也是一路进了 那汤米的话 就不去凑热闹 捡什么钥匙了 直接来到一边 指挥旁边的工人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工人 来帮助我们开个门 首先是让工人出来 在这道闸门这里先等待一下 之后我们切换回汤米 时间点为他指挥工人 移动之后 然后我们也是移动过来 把旁边的这个开关打开 稍微打开一段时间 之后的话 我们再切换回工人 那么趁着这个闸门升起的时候 进去把里边的这个开关 按住 我们按的时间要长一点 因为接下来的路程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直接按到 他的时间结束为止 那么之后的话 时间回速 只要回速到这个工人 可以进到这个闸门里边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切换回汤 汤米的话 也是顺道继续去下一个地区做等待 这个时候我们这样子就好 这个也是 也是为了节约一点时间 因为这一关想拿金奖利的话 时间上面其实还是非常紧迫的 然后敌人注意 他在往我们这个方向走 然后会在这两个地方都停留一下 那我们只要避开就好 中间因为有车子的阻挡 所以是安全的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进行躲避 这个如果不着急的话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本关的总限制时间15分钟 那么也是利用这个工人 把这个闸门升起来 接下来操作汤米 这道铁门是需要有钥匙才能开启的 但是要注意 这个时候华人帮的人正在那里看着 他在往回走的时候 并不会再回头看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安稳的走过来 在这里把这道门帮分打开 之后的话 时间稍微等一下 那么我们接下来操作分出去 由于这个单向门 我们没办法必须要从那边开 所以先操作分 从这个窗户爬进来 在这里要注意 这一个人 他是会沿着这个地方转圈的 那么首先在这里 拿到第一块怀表 本关一共是有四块怀表 再利用这边的窗户直接爬出来 在这块的话 这一个工人 他说一定要我们分的哥哥过来 才会把钥匙给我们 所以也是正好 过来把这个单向门打开 那么让汤米进来 这一个叫做 叫做索罗门的这个人 跟他对话 然后他这边的话 好像还要寒暄一下 但是我们并没有时间跟他聊 不过他也告诉我们 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华人帮正在集结 似乎要做一些事情 好的 趁此机会时间继续切换回芬恩 我们节省点时间 首先是芬恩来到这个闸门这里 暂时等待 接下来切换回汤米 那么就不用再看这个对话了 因为对话已经看过了 好的 直接过来 这里按住这个开关 把这个闸门升起来 接下来稍微等一段时间 切换回汤米 汤米的话 直接就是利用闸门升起来 这个时间直接进去 然后从里边的这道门进来 进来的话 先不要爬狗洞 我们左边这里有一块怀表 注意这个人 等他视线不在这边的时候 直接过来把怀表拿走 那么接下来利用这个狗洞爬出去 注意这里 只有左边的那个人视线会动 右边那个人不会 狗洞的话 一定要选择左上角那个 来到这里的话 也要稍微等待 等待他们两个擦肩而过之后 然后爬过去 爬过去之后 走中间这条路 但是不要急 这个逆时针走的人 是绕大圈的 然后我们趁他们都不注意的时候 那这样子是绕过来 直接来到了这个房顶 那么这里是绕到通过这个通道 来到另外一个房子 这里可以看到下边是有一个人看 这里我们是没有办法有任何操作的 那么我们这边就不浪费时间 直接是退早一点 好 进门的时候 然后这样子直接下楼梯 下楼梯来到房子的一层 在这里我们出门 出门后 先不要急着往左边走 去给汤米开门 先来这边 这边有一个怀表 这是游戏的第三个怀表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里 给汤米开一下门 稍微做一点点时间 走也不用做很长时间 大概做个三五秒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切换回汤米的路线 那么汤米这个名字确实抱怨 以后就叫汤米算了 反正汤米这个名字也是对的 那么时间汤米控制这个人 让他过来把这一个车子拉一下 拉着挡住下边打手的视野 那么我们接下来切换回早一点的时间 这边使用芬过来这里等待一下 这个门的话是需要汤米和芬一起进去的 那么是有钥匙的要求的 接下来也是一样 这样子先操作汤米过去 在门前按就是开门的那个键 那么等一会他们以来开门的时候 两个人就会一起进门 这样也可以节约一点点时间 之后在这里寻找到第四块花表 那么我们这一关的所有花表都得到了 之后的话在这里先稍微等一下 我们需要分进线上来 把爬进狗洞 把那个单向门打开 那么时间也是切回比较早一点 之后的话是先直接上楼就好 上楼以后通过狗洞过来 然后开一下这个门 开门的时间稍微不用很长时间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回到比较早的时间点 去操作汤米 也是上来之后直接就会进门 好的 在这里通过这个墙的缺口指挥这一个人 他也有15秒的指挥时间 那么在这里首先是拿一下钥匙 利用单向门进来 之后在这里等待 那么我们之后切换回这个分 因为只有他才能从狗洞里面爬 那么刚才切实是可以直接从门子里爬也没关系 这样拿到钥匙 拿到钥匙之后再从这个墙的裂缝直接爬回去 把这扇门打开 打开后就直接上楼 上楼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下边有大量的华人帮的人呢 他们手里拿着其中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手里拿着思考图的帽子 看起来应该就是为了思考图杀人的这件事情 准备做buff 那么在这里的话先不要急 我们时间切换回更早一些 那么也就在开门的这个时间点 切换回汤米 之后汤米爬上来 也是一样的了 只要走到这个房子 那么我们离终点也就差不多了 在这块控制这一个人 然后利用他绕一圈 由于这个打手一直是看着这边 所以我们要小马遮挡他的视野 那么在这里操作这个人 把车子拉一下 但是注意拉到这稍微停一下 然后慢慢的拉过来 不要急着拉到底 接下来就是换回分时间 回到他拉车前的那个点 这样子利用他拉的这个车 我们就试一分利用这个作为掩护 直接过去拿一下钥匙 从墙的裂缝再爬过来 回到这里把门打开 然后再把这个单向门 也是一起帮忙开一下门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汤米也是下到楼梯下面去了 之后先让汤米下到楼梯下边 在这里按一下开关 把这个门 这边的防盗门打开一点点时间 做一个时间轴 之后切回分 时间回到早一些的时候 那么也是一起跟着下楼 趁着汤米开门 我们直接从这个防盗门里面跑出来 注意这两个人的视野不要被发现 之后把这道门开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没有分什么事情了 然后是时间回移 就是时间回速 回速到这个 汤米这里 然后趁着开门出去 来到左边这扇门就可以出门了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这一关 时间是花了三分四十一秒 相对于金的话还是比较 还是慢了二十一秒 所以这关想拿到金 这样其实还是需要有非常精准的操作 那么这样的话进入到第四关 转害控制 剃刀帮的众人齐心协力 准备对付华人帮 三似乎也是在这场袭击中受伤了 一小伙华人帮打手 真的朝这边过来 他们人比我们剃刀 剃刀帮人多 思考的似乎也觉得 不管怎么样 牧米成舟事情已经解决 这是绝对不能服软的 但打不过 不能服软不代表就一定打得过 他们也是决定不需要跟他们打 要想各种办法 这是没什么道理可以讲的 确实是这样子的 黑帮之间 以牙还牙杀 这个东西你杀掉别人一个人 别人如果只杀一个人都算不错了 一命换一命 这个已经算是底线了吧 好的 接下来这一关的话 我们就操作亚瑟 艾达和约翰 同时这一关有总的时间限制 时间限制比较短 只有四分钟 上一关是五分钟 首先操作艾达 因为他是只需要单线操作 不需要配合 而且相对来讲路线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完成 首先在这里绕一下 拿到一个怀表 本关一共有六颗怀表 然后跟这里的所有人 对跟这里的人对一下话 那么以萨的话说楼上有一个人能帮忙 我们先上去 在这里跟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 叫什么 好难念的名字算了 不管他了 就是跟这个家伙对话 对话之后 他就告诉我们在小巷那边 是有一些桶可以把它打散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路堵上来 好 那么我们知道的信息 接下来就是去巷子里面 去完成那个桶 首先在这里使用吊车开关 摁一下 或者钥匙 之后再按一下 那么我们直接利用这个作为踏板 过来把这道门打开 然后推一下车 推一下车把这个通路清开 之后直接从这边绕过来 再按一下开关 然后绕一圈 绕一圈利用这个踏板 走到下一个区域 那么进入下一个房子 在这里直接绕 注意这有这一关的第二块怀表 那么好的 我们拿到两块怀表 爱达路线的话就只有这两块怀表 接下来的话 爱达路线就接近终点 那么来到小巷子中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桶 那么只需要在上面按一下操作就可以了 直接完成了他的路线 那么我时间切换回最早 因为这关总时间只有四分钟 所以每一次建议 就是操作完他这条线以后 建议回到最早 接下来就是先操作亚瑟 亚瑟的能力是 他是家族的中间 那属于是壮年 他可以踹门 同时他也是可以打斗的 他是可以打斗 那一对一单挑的话 他是不会输给别人的 同时这里可以看到 最后使用帽子扇的那一下 不仅还出血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剃刀帮的名称的莱莉 因为就是西尔比家族的人 喜欢在帽子的眼里面缝一些刀片 所以他们就被称作为剃刀帮 那么这里老板不给我们钥匙 他们要我们去解决院子里的这些暴徒 好吧 那么直接切换回这里 让他开始打起来 之后时间切换回最早 继续操作约翰 这种骄影也是武刀派 属于少壮的 所以他也可以跟暴徒对打 但是他不能踹门 第一机就是一对一单挑 他是不会输的 那所有的剃刀帮的人的男的帽子里面都是有这个剃刀的 这个结束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好来自这里可以看到亚瑟是刚对完话准备去院子里去解决那些麻烦 那么也是这里可以看到成队的敌人的话 如果是我们单打独斗 那就肯定赢不了 但是如果是亚瑟和约翰一起配合的话 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切换回这里 首先是操作亚瑟来到这边其中一个人 随便哪一个都可以 反正只要等一下我们这边 约翰解决完这个人以后上去 两个人一起 这里时间注意不要太久 注意上面的那个人 同样出现了惊叹号 只要在惊叹号底下的计量本没满之前 我们操作另外一个人进行配合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这样子的话 这一关需要配合的地方就结束了 剩下的就是约翰和亚瑟 两个人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 亚瑟的话 不是 约翰的话虽然不能踹门 但是他可以纵火 那么这里也是拿着油灯 把这一堆杂物烧掉 接下来还是切换为亚瑟 亚瑟的路线相对来讲 剩下的就比较简单了 既然已经帮忙清理了院子里所有的垃圾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老板这里 佛兰克这里获得他的答应给我们的钥匙 那么我们这样就拿到了钥匙 之后再出门 从后院的下边这里把这条门打开 之后进去 我们之后先在这里不要急着过来 停一下 因为这里有一个人 那可以看到他是能扫到我们这一边的 之后的话 在这里绕一下要往上走 这个箱子上放着第三块 我们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来到这里开门 把门踹开 那就来到了我们的后巷 在这里有着我们帮派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是不会开开关的 我们替他开一下开关 等待三个人都走出去之后来到这里 其中一个人会帮助我们开门 然后我们选择从左边走 因为右边的话是有两个打架的 会堵我们一下 那这关如果要是想时间比较紧迫的话 其实在这还是操作错了 应该先去踹木板门 然后再来打架 不过没关系 这个时间的容错还是有的 首先应该踹这个门 然后过去打架 等他们过来帮我们打完了 正好他们就会过来帮我们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之后 注意右边这个门踹之前 要先看一下里面人的朝向 如果朝向我们就让一串门就会被发现 这样这个门又一个再帮我们打开 那么至此亚瑟线也就结束了 剩下的就是走到这个任务的终点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亚瑟的这个操作 亚瑟走路的动作也是比较奇怪 好至此亚瑟线就全部完成 时间切换回约翰放火烧杂物的这个地方 等这些杂物被烧掉之后 我们这一条路就烧开了 接下来继续走 之后亚瑟的路线 这个也是可以看到之前拿怀表的 在这里的话先开启这个火车开关 这样从房子里面会隔一一定的时间 出现这种小火车头 它可以帮助我们离岗视野 当来到这里的时候不要继续走了 可以看到上面的火车头是拐弯了的 那我们先下来在这里把倒叉搬成直的 之后等待一下 这个开关只要按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再按的 来到这里等待下一列火车 那么利用它来遮挡视野 由于我们刚才搬了倒叉 所以这个车就会直着走 利用这个车作为走组挡来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这个门 之后的话注意 这一个不要从下边走 下边走虽然来得及 但是时间太紧容易被发现 那么我们这里获得第四块怀表 如果想追求不失败的话 是一定建议从上边走 那时间还是来得及的 好 那么获得了这个炸药 获得这个炸药之后 从这个方向再继续走 这里的话我们从下边绕一下 可以看到在中间的这个房子这里 有这一块怀表 第五块怀表 那么约翰县还有一块怀表就在这里 直接下楼 进入小黄奸之后失去 然后再把这一个暴徒干掉 那我们就差不多完事了 不用担心 游戏没有任何判定 只要是单打独斗 我们的有五斗派的这几个人是一定会赢的 不用担心说有那种贴脸miss的情况 好 那么来到这里 这一关就结束了 警察也是来了 由于骚乱 他也是跑了过来 虽然阻止了七条邦 但是警察找上门了 因为他们居然有物击者 看见了四合团杀野的事情 那么这就很蹊跷了 至于具体是不是真的 那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因为包括思考的自己 当时都是哈吵哈嗨了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好吧 那么而且这一个人的装束 也跟之前那两个问号 那这样长得很像 说不定是他们的阴谋 但是让踢刀帮的人都得知了一个事实 就是他们对于这一片的掌控 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严密 好的那么这一关花费时间2分28秒 也算是完成了金色评价 那么也是没有失败 6个收藏品完美完成了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游戏流程攻略 欢迎关注三连 您的关注是我制作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